日前,据西班牙足球先生报道,由于对巴萨球迷产生了不满,拉基蒂奇已经在考虑选择新的下加,他很可能会选择在夏天离开巴萨加盟曼联。 他如果加盟,将替代可能离队的伯格巴的位置。而且巴萨已经同意了曼联方面提出的6000万欧元的报价。 拉基蒂奇本赛季在巴萨的作用依旧关键,本赛季西甲联赛他34次出场29次首发,欧冠12次出场全部首发,但是他还是想要离开巴萨,最近的几周可能是他在诺坎普最糟糕的时间。 他仍然是球队的主力,也仍然得到主帅巴尔雷德的信任,但如今,他背负着一个新的标签,安菲尔德逆转的背景地。 在那场欧冠半决赛次回合中,巴塞罗那遭遇了一场噩梦般的失利,第二个丢球时拼命防守的拉基蒂奇将球碰遍线,然后鬼使神差的贝贝纳尔杜姆后点枪到铲射破门。 而第四个丢球时,他则在禁区内干战着根本没有盯人,两次丢球的表现,也让巴萨球迷一致将他视为被逆转的罪人之一。 所以当他回到诺坎普的时候,巴萨球迷对他抱以虚声,而且有成千上万的批评随之而来。 拉基蒂奇认为,球迷的反应实在是太过分了,在本周接受世界体育报采访时还抱怨道,在我刚来巴萨的第一个赛季, 当时我们一无所获,但现在我们即使拿到双冠王,也会被认为是一个失败的赛季这样的言论,也是他表达对球迷虚声的不满。 再加上下赛季巴萨中场的竞争,由于德荣的到来变得更加激烈,布斯克斯、拉基蒂奇、德荣、阿图尔以及彼达尔等等,都要竞争中场的位置,这么激烈的竞争对于年纪见大的拉基蒂奇,显然颇为不利。 所以,拉基蒂奇已经在考虑离开,而曼莲也对他送出了橄榄枝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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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